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一年一升12萬 平均12萬 平均低 對 有的平均高嘛 所以你先把那12萬存起來 對對 我更新比較保守一點 我多存一些些 多存20萬 對 那像我太太我們結婚第二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懷孕 然後那個時候呢 去做腹部超音波 就醫生說 欸 你有子宮肌瘤 很多女性朋友都有 可是12公分大 喔 那就很大 我真的不是想在你的身後上撒野 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現在才知道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OKOK的 喔 真的嗎 OK的 我們已經很釋懷了對不對 喔 那就繼續啊 對對對 來 那後來就 我們醫生說 怎麼辦啊 肌瘤那麼大這樣 醫生說 你就懷孕 就生完以後 我們再處理 就過了幾週之後就流產了 流產我們很積極地面對 那醫生說 該開刀就開刀了 後來我們住院呢 那第一天兩人房 病房自費兩千多 降多少 幫你整理好 找出低於實價登陸好房 加LINE 請先看最新破盤價 您想要的房子都在 好房網 快加入聰明買好房 剛剛問題啦 結果呢 我平常是10秒入睡的喔 躺下去10秒就睡著了 那你晚上睡不著 因為隔壁另外陪診的先生 那個打呼聲音 鎮耳欲龍 我10秒入睡就破功了 那我太太也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我就半夜到對面那個便利商店 買兩副耳塞 塞進去 才勉勉強強入睡 隔天早上我就到護理站登記 我說有沒有單人房幫我們更換一下 這樣 他說有 還剩一間 一天六千三 對 我跟你反應一樣 我腦中猶豫了三秒鐘 我想說 這在我們花蓮那個遠臺飯店 面臨太平洋還僅第一排 差不多六千多塊一個晚上 可是我在醫院這邊沒有海警啊 六千三我想一想說 基於先生愛護太太 所以我還是覺得好 簽了 然後我們就轉到單人房 後來最後總共四天 醫生說沒問題了 昨天四天出院 整個帳單呢 四萬塊 細盤空 對一般上班族 是不是一筆負擔 是一筆負擔 可是我們要先存 我先存起來了 這二十萬裡面就領四萬塊出來付掉 就好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預先把 我們可能要花到的醫療支出 先預先存好 先提列起來 對 萬一現在還沒有的人呢 你可以買定期醫療險 定期的 對 比如說十字十付的 那差不多二十萬的這個 立培給付 一年保費也許差不多七千塊左右 那一年七千塊 那換取二十萬的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 在理財之前呢 至少要先讓自己務後顧之憂 是的 你在投資前 因為投資有風險 在投資之前呢 先把 看醫生的錢先存起來 是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 第二個呢 是緊急預備金 萬一不小心失業的話 我要不要繳房租房貸 要不要夥食費 對不對 那水定瓦斯手機帳單都要嘛 所以先把失業風險 對 先存下來 那這個因人而異 有些理財數就只要存三個月或六個月 那看你的職業 也許醫生 律師 會計師 很好找工作 你可能兩三個月的緊急預備金就夠啦 那我這個行業呢 我個性我比較保守 所以我存了十二個月 十二個月啊 對對對 那比如說一個月必要花費兩萬塊 那一年的話就二十四萬 以一個家庭 像我們有結婚的話 至少二十萬 我的建議是這樣 如果單身的觀眾呢 也許十萬塊就夠了 一個人保全家保 就是第二個預備金